歡迎回到8月2號的香港沒有格子 Alice 皇后 還沒開始 因為剛剛看到一些突發的事情 所以即時我們就要去理解 去處理 因為你看到網上是否連登那邊突然傳出來 近來前兩天鄧炳強被開電視的記者問到 你的錢是怎樣花的 一兩年立法會撥款給你130億 你花了哪裡 不可以告訴你 抓人的時候你就知道 抓人你就知道物有所值 這130億是怎樣抓人呢 現在根據星島的頭條 據了解頭條 據消息頭條 因為主要來源於 早前有個女生 曾宇雪 大陸女學生 因為他在SOGO門口悼念梁建輝 原本被國安處起訴煽動意圖罪 但突然間在7月28日加控了一條罪 就是企圖作出或準備作出一項或多項的煽動意圖罪 所以我們本身檢查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們看平庭刊 法庭線 我們以為是舊民來的 所以不理 但是下面那個才爆 最重要就是控罪 這個其實我想是剛剛開始的 其實現在就是說 你煽動意圖 另外又有煽動意圖 但我懷疑 這個可能會加控他 勾結外國勢力罪 Lawrence就在這裡說 高智慧 向香港 先聽一聽 你也知道 其實我再說下去 你也知道你的錢 那130億就花得不值 案情就是5月8日至6月1日期間 連同一名周封鎖的人 周封鎖我們認識 因為他是89的時候 是民運人士 也是海外民運人士 長期在美國 其實早前來英國 出席林莉林朗 和巴雕草的畫者 林莉林朗 巴雕草 我見到他的 VA王Sir 我見到他的 他就說 這個曾宇璇 和周封鎖的人 就是企圖 在香港搞意圖線圖行為 激起大家 就是離叛中央 滅視中央 離叛中央 那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現在的消息就是 其實主要 就是現在 國安處 其實跟了高志活 很久了 因為高志活 早前 你也知道 他不是就是說 那個 國殤之柱 就在六四之前 就被沒收的 原本在港大 就找了元朗一個倉 就傳起他 突然間 都說要拘捕 這個國殤之柱 你說多麼瘋 那 就是當時 高志活 就火滾 就罵這個保安局荒謬 他說願意出庭作證 他是死物來的 怎樣去煽動你啊 大哥 幸好 現在這件事 其實就下文 就是跟著 高志活之後 就搞了一個運動 就是叫做 叫做 Banner Manifestation 就是這個 Piller of Shame Banner Manifestation 的一個運動 將它變成這個 banner 然後就貼雲全世界 就是這樣說 這個精神就像 反送中的時候 就有這個 叫做 拆一掛十 或者叫做 拆一掛八行動 你拘捕了 你沒收了 這個國殤之柱 我就要貼到周圍 你吹什麼 這樣 高志活 其實 你叫他 要一次過 你要不斷量產 這些國殤之柱 就沒有本事 但是我知道 有些3D printer 是可以拼出國殤之柱 出來的 他就是畫 今年雷丁香港人 Victina 她就是3D printer了一個 國殤之柱出來 然後就在今年 Reading 那個 六四悼念局 那裡 就有展示 我記得我有拍過 吳少康 就拿出來唱 這個民主議會 正盛歸來 嗯嗯嗯 那好了 現在這件事 就是 其實就是 現在曾宇船 就捲入了這件事 因為 剛才我們說的星島 是嗎 星島 是星島 他就說 曾宇船 找了這個 周封鎖 因為周封鎖 收到很多 來自高志活 這些 國殤之柱的Banner 叫他周圍派 我給你做代理 是吧 那你就分發 你幫我 就是 就是去分發給人 那他就 就是 高志活 就給了很多Banner 給他 就是看看是否可以 全球性 就是 叫做 就是 八花齊放 在六四前夕 是吧 去悼念六四 那 那 當時 就 就給了一批 給周封鎖 而這個女學生 曾宇船這個女學生 就真的去問了周封鎖 就拿這些國殤之柱的海報 拿了之後 然後就放在家裡 雖然六四他也沒有去 他拿出來展示 他也沒有機會 但是 警方 根據悼念梁建輝案 就竟然查到這個曾宇船的家 就有很多高志活的Banner 愚無以外應該有搜查令 就爆了他的房子 因為好了 就是現在 就拘捕他另外加控一條煽動罪 但是呢 就令人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網民怎樣說呢 那些網民現在立刻自動播了 嘩 這樣算的話 那現在 就是你案情這樣看 那現在你國殤之柱的創造者 高志活就等於暗中招攬州封鎖 然後曾宇船在香港做外國代理人 想繼續在香港 密謀反華陰謀 密謀反華陰謀 然後網民就表示 高志活的罪證確鑿 呼應高志活來到香港自首 高志活的惡行會有報應 這個呢 如果真是國安警 聽了這些 這些藍絲網民說 外國代理人 那可能真的會加控外國代理人罪 尤其是 現在星島 他就說他的消息就是 就是國安處已經遷就高志活案件 這個就是想借著國殤之柱的相關事件 來香港 香港進行一些政治訴制定拘捕行動 那麼 他研究 去啟動這個國安法55條 將這個案件交給國安公署 然後呢 就要將他安排回大陸審訊 即是送中的 但是國安法55條 一開始只不過是跟你說 國安處一經接觸高志活的話 高志活是有權請律師 就跟國安處聊天 這樣 幸好 因為現在這件事 就是爆了響後 而且 高志活 真是傻奸奸 如果他真是因為這件事 他來香港出庭作證的話 那就變成有報了 就會就住 他現在搞這個 Bang Manifestation 然後就拘捕他 其實就是 即使你說國殤之柱 這件事沒有罪都好 你現在煽動 他都可能有罪 入你罪 高志活一開始在國殤之柱 被移走 即是在港大那裏 拿走的時候 他都說 大哥這是我私人資產 你是不是應該先問我呢 然後他當時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說 他是有機會來到香港 拿回他的 你來就好了 即是這麼多年來 這個國殤之柱 什麼時候搞成的 自從國殤之柱 搞成了之後 每年六四 即是這些 港大學生怎樣 洗刷國殤之柱 全部入你罪 他就會 那麼多年來 那些什麼 即是煽動意圖罪 加起來 不知道要坐多久 九七到現在 九七到現在 一次過跟你清算 所以現在你看到 這麼離譜 這麼野蠻 我想高志活 都要再想一下 不要拯強這件事 就真的 就無必要拯強了 他就說拘捕你 拘捕你 就預了你送中 但是 即是現在 我覺得這些事情 沒那麼巧的 即是 我覺得他就是想 他知道你高志活 不會來 尤其現在爆了響口之外 他更加知道你 因此不會來 如果 他那個什麼 國殤之柱 這件事開庭的話 他因為什麼罪開庭 其實是 他跟一些 煽動意圖罪有關 煽動意圖罪有關 但是如果你一個 他沒有案情 其實這件事 沒有的 只不過是透過 星島 然後 他本身這件事 之前 你說煽動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件事 其實還沒有案情 沒有的 即是你在六四之前 就沒收了 國安署 沒收了這個 國殤之柱 是沒有的 那現在 即是 我想 這件事 你叫律政司 寫案情 都不知道怎麼寫 47人 都寫死他 都不知道怎麼寫 那如果 你說成案的話 之後你 高潮又真是來香港 他又變成一個 南版的 周恆彤也好 或者變成 何桂南也好 你都頭痕 所以 就最好了 你說來 我現在就說 你 將曾宇璇 變成你愛國代理人 這件事 成案了吧 是吧 那 就令到你現在不敢來 不敢來的時候 那他就在道德上面 就指控你 那些人 高智活 請什麼英雄 他身有史 不敢來香港 那樣 其實等於李桂華 重新通緝 就是 八名海外港人 一模一樣的 那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整件事 我覺得 就 鬧劇一場 那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是有些人 就不太理會 就是 國安處 這件 現在升到 這件 的獨家新聞 我以為很大件事 剛剛你又見到連登仔 又好像覺得很大件事 這樣去說 因為他 變成一個 受歡迎的帖子 但是如果你說回 曾宇璇本身 這件案 就沒有人理的 因為停刊 又好 只不過是短短幾百字 就說了下來 是升到突然之間 說 高智活 如果來到香港 隨時被人送中 那些人師 開始在問 我來到 拿回自己的東西 原來都可以 隨時成為一個送中的理由 那整件事不合理 其實就是阻嚇你 不要理 你這件事未必有罪 未必坐得你入 他自己都很尷尬 但是 如果 這個曾宇璇案 那他就可以挫你 你是煽動其他人 就是要勾結外國勢力 你就變成主謀 嗯 那法碧克斯就說了 因為香港人習慣了 因為大家每天都見到 很多手足新聞 另外呢 同時間呢 曾宇璇案呢 其實他又令到你難堪 他可以是 你說要 拆一掛十 是嗎 是嗎 不斷到處去貼這個 就是這個 國殤之柱 國殤之柱 你累死人 你知道嗎 他一定會這樣說 是嗎 你就是 善人衝 自己鬆 是嗎 我想他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永遠 你說涉及香港的朋友 我們就不會給任何東西 就是和他們有任何這方面的聯繫 就是你說 你說有香港朋友過來英國 就是探一下 就是吃下飯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叫你在香港做些什麼呢 這些事情呢 就真的會 可能會 好心做壞事 嗯 是嗎 那我就覺得 如果我是周封鎖 我就不會給 就是這些Banner 給曾宇璇 你做不到些什麼之餘 反而是害到他 然後當他坐的時候 你又被人口實 你去指控你 害了人 是吧 那未必是你想的 但是你也知道做不到的 你一做就拘捕 是不是 還有講到底 其實這一堆Banner 在香港還沒有展示 只不過是在他家裡找到 然後就加控了 是啊 整件事是等於 就是你好像藏毒 你搞到是 因為你今時今日管有任何政治宣傳的東西 被人檢查到 都是比藏毒更可憐 藏村案 是啊 那藏毒更可憐 藏毒的 我相信是會重很多的 對 但是都是不給保釋 是嗎 可能藏毒給保釋 是啊 藏毒給保釋 可能藏毒給保釋 是 管有藏村 管有高智活的相片 那你反而是不能保釋 那一刻才麻煩